记者汤在新台南报道,今天是国庆四天联假第一天,但一位从台南到台中求学的大一学生,昨天从台中亚大搭公车要到高铁站,公车在雾峰绕行半天后,竟然以公车即将上高速公路为由,将他赶下车,此一行为让远在台南的台南妈妈为之大怒,向本报投诉,台中的公车都是这种规矩吗? 这位妈妈表示,儿子上车后绕到他快睡着了,结果竟然在远达车地点附近又被赶下车,最后只好走在乡间小路返回学校骑机车再骑到高铁站,整整耽误了近两个小时 他质疑,如果这是要上高速公路的公车,不是应该要提醒没座位的乘客不要搭乘,为何该提醒都未提醒,让乘客被丢包? 他并表示,不了解台中是否城乡差距那么大,否则如果要从雾峰到高铁站,除非自己开车,搭乘公车是否很不方便? 这位台南妈妈直怒,让台中市政府交通区也相当重视,昨天已立即清查,确认这般是151路公车。 驾驶员未照标准作业流程SOP处理,依规定每位乘客上车都必须发号码牌并询问是否会上高速公路,该案显然驾驶员未做到,造成民众被迫下车。 将依规定办理乘处并再次要求驾驶员落实SOP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况。 至于如果要从雅大到高铁站,目前直达车的确只有151路公车,否则就只有多利用转程系统。